朋友们好,这里是一花一叶养花种菜频道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弧形花架制作 在我的花园的正前方呢 我插支了八颗爬腾玫瑰 因为是在家花园的入口嘛 我就想给它做一个比较漂亮一些 比较特别一些的花架 又因为我这八颗玫瑰呢 是每一排四颗种的两排 而玫瑰呢 就是通风透气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呢 我就不想给它做成那种 像一面墙似的那种花架 那样的话呢 就是玫瑰通风不好 它就容易生病 所以呢 我就想给我的玫瑰花 做一个弧形的花架 这样的话看上去又美观 而且对玫瑰的生长又特别的好 这个呢 就是我最初给我这个花架做的一个设计 我设计的这个花架一共是五组 但是四个空间 两排 刚好对应我的两排 八颗玫瑰 然后呢 总的宽度呢 是八ft 然后这两排之间的宽度呢 是四ft 高是七ft 全部都是按照我现在 玫瑰花的种植来设计的 这样的话 我的每一颗玫瑰都有它 独立的生长空间 玫瑰架子设计好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要选材料 我选的材料呢 是一乘二乘八的Cedar 那因为是在室外 而且这个花架做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我就想让它能多用些年 所以我选了比较好的这个木材 就是Cedar 它是天然防腐 专门为室外用的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呢 就是贵 所以说我们有些朋友做花架 买普通的木头 然后回去自己做防水 也是可以的 就是比较麻烦一些 第三步呢 就是泡水 因为我们买的木头呢 是干的 我们做普通的花架是可以的 但是现在我们要把它做成弧形 也就是人为的 要把它拉弯 这样的话呢 太干就容易断 所以我们要把它打湿 擒湿了 那我做的时候刚好是雨季 天天下雨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我们家的driveway上 然后淋了三天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淋湿的木头来做弧形了 这一步呢 应该是这个花架最难的一步了 那做弧形的原理是 有一个固定的两端 这个长度呢 短于木材本身的长度 就像我们这个木头是7ft 然后呢 这个中间的距离就要小于7ft 然后这固定的两端 我们没有那个木工桌 也没有专门的这种 就是做这些的这个器材 所以我们只好是 一端呢 是我们的fence 另一端呢 是用装满了我们花园垃圾的垃圾桶 特别重哈 这样能保证它不移动 那我们在这个垃圾桶的另一面呢 还钉了两根铁柱子 所以就让这个垃圾桶比较固定 它不会再往远的地方去哈 那我们的步骤呢 是先固定这个垃圾桶这一端 然后呢 木头的另一端呢 从比较远的地方斜着拉过来 然后慢慢的拉 慢慢的拉 让它这边成为一个弧形 做这一步呢 特别难的是 你要平衡弧形和木头锻炼的这个 这个程度哈 我们也是 断了两三根木头吧 才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弧度哈 也就是说 如果做的弧度大 木头会断 如果做的弧度小 它没有多大的弧度 就没有美感 也没有效果 所以你要找一个平衡 就是既让木头不断 又能拉出一定的弧度 所以这就得是哈 双面都抹上这个木头膠 然后把它插进去 再用这个夹子把它夹紧 然后呢 再用钉子 把这三层木头全部钉在一起 这样的话呢 才能让这个弧形固定下来 那接下来呢 我们是把所有的 就是单片的木板 都做成了一组一组的 这个弧形的这个木头 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成这种三角形 那做成三角形呢 首先我们要固定下面 也就是三角形的角 这是4fit 把这个角固定之后 我们这个三角形的顶部 需要一块木板来固定它 三角形顶部的固定呢 我们可以直接拿木板 来这上面比着它是多宽 然后画线 拿尺子和铅笔把它画下来 然后呢 截出来一个一模一样 截出来两个 一模一样大的这个等腰梯形 然后一面一块 然后把它钉在这个木头上 这样的话 整个这个三角形就固定了 我们可以把另外的一些 两个一组都组成这个三角形 接下来呢 就是把这么多的三角形呢 给它穿在一起 就需要加这个横杆 这个横杆呢 是8fit 就是不用不用踩了 就是8fit 然后架子的这个横宽 也是8fit 那我是每一面加了三条横杆 顶部加了一条 这个呢是 这个呢是这个架子最后的这个样子 那如果说我们很多朋友喜欢就是木头本来的颜色 那我们这个架子就可以安装了 因为它本来就是cedar 就是防腐的嘛 所以也不害怕雨淋 但是我呢 就是因为家里有很多的花架要做 我希望我的花架和我的葡萄架 还有我的deck 都是统一的颜色 所以我就要把它再做最后一步就是刷漆 那刷漆之前呢 我们就要用沙子 把这个打磨一下 打磨的比较这个光滑细致一些 接下来呢 就可以按你喜欢的颜色 去选漆 把它刷上漆 那最后一步呢就是安装 安装呢也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呢 就是我们直接去那个home depot啊 或者store去买那个水泥 墩子 就那水泥墩子 然后你回来把水泥墩子埋在地下 然后直接把这个木头 装在那个水泥墩子上就可以 但是我这个花架呢 它有十个角 然后呢 它需要十个墩子 哎呀 这个成本对我来说也是蛮高的 所以呢 我选择第二种方法 比较经济一些的哈 我买了那个home depot 那个四块多一袋的水泥 然后买了两袋 回来之后用水呢 把水泥吸湿了之后 灌进这个坑里 然后趁那个水泥没干的时候呢 把这个角呢 给它插进去 然后等那个水泥干了之后 它直接就固定下来了 非常非常的结实 那我们的架子就做好装好了 然后大家看我这个架子 做成的时候呢 是今年的1月11号 那我插枝的这些小的那个玫瑰花呢 这么小小的枝 也没几枝哈 但是玫瑰花属于就是长得比较快的 这个开花也比较快的这个植物哈 这一张呢 就是我现在招的 也就是今年的6月份 那大家看已经就是 就那么那么几枝 也没有多少枝子 它已经开出来这么多 玫瑰花了 哎呀我就在想哈 那真的是三年以后 五年以后 那该有多漂亮哈 大家知道我那个上一个视频呢 是玫瑰种植里面 大家看到我那个葡萄架 两边的那两颗玫瑰哈 那两颗爬藤也就是三年的时间 你看今年每一颗上面 都开了好几百朵花哈 所以说我就在想 那那只是两颗哈 所以我这是八颗 我就在想三年后 我这个架子一定是 一架子的玫瑰花 肯定超过上千朵了哈 那得有多壮观呀哈 记得那个前几年 有一部特别火的电视剧哈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哎呀那个电视剧播出以后啊 有多少人羡慕 那上面的那个哲言上仙 他的十里桃林 哎呀还有那个桃花酒 哎呀大家都羡慕得不得了哈 但是人家毕竟是神仙嘛 那我们凡人的话 我们我们不能有那个十里桃花 但是我们也可以养一架子 这个玫瑰花嘛 也就是三五年的时间嘛 大家看我这还是自己插枝的玫瑰花 很单薄 也就那么几一年发 那么几根哈 那已经就是挺好的了嘛哈 所以说嗯 仙人有仙人的快乐 凡人有凡人的幸福哈 嗯 我就在想着 哇 等我的这个花开满架的时候 每天在我的家门口 我过来过去的看着 哎呀 对幸福成什么样子啊哈 呃那大家看我这个花园的左边呢 目前来说除了树梨 呃 然后其实是有一排那个爬腾玫瑰的 只是看得不太清楚 但是目前呢 一个花架都没有 其实这这一排是有四个花架 还有我花园的另一个入口 就是从我家进入花园的那个入口 还有一个这个拱门要做 所以我这整个花园呢 还有五到六个花架要做哈 呃那喜欢这个种花的朋友哈 呃拭目以待咯 那今天弧形花架制作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